总统赖清德31号下午特地前往新竹市生命纪念园区 向救灾不幸宁难的两位消防员上香致意 赖清德总统来到我们新竹市 跟我们的永珍跟丽辛来碾香 同时也跟家属致意并且发放慰问金 我想总统刚刚也非常关心家属们的家庭情况 因为包含说家人在面对这么大的冲击 是否需要政府的协助 所以我想刚刚总统也非常暖心的关怀了每一位家人的朋友 同时总统也特别有提到 包含说后续的一个联合公计 还有这个总统府的包养令 这个部分总统都是第一时间 就是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新竹市政府也会来努力全力的 来将后续的联合公计 以及扶室事宜来尽力的跟中央协助一起来完成 那我想就是我们目前的联合公计 会定在6月5号的上午9点半 那也相信各界如果非常关心董珍跟立新 以及希望能够慰问他们家属的话 可能就是建议是以公计的时间来会比较适当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简单 刚刚总统慰问跟碾香的一个情况 总统赖清德在立委柯建民 新竹市长高宏安 以及民进党团议员的陪同下 前往新竹市生命纪念园区碾香之意 总统在现场也待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并没有对外发言 随后也在立委柯建民陪同下 离开新竹市生命纪念园区 记者万事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